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次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路透社今天有篇報導指出 說特區政府向十多個國家領事館發出了信件 要求他們在處理工作假期簽證申請時 不要將BNO護照視為有效的證件 要求以特區護照來取代 但是似乎這些國家的反應相當冷淡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路透社報道是怎麼說的 報道引述了一名西方國家的高級外交官指出 說大部分國家都會忽視特區政府所提出的要求 指出香港政府是無權要求外國承認哪一本護照 而另一名外交人員認為 特區政府的做法等同於挑釁 有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貫做法 到底那些西方國家有什麼具體的回應 路透社就指出 說美國、日本、韓國、意大利、紐西蘭、芬蘭和挪威 都已經先後表示會繼續承認BNO護照 唯一有猶豫不決的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方面就回覆說有收到特區政府那封信件 並且會討論改動有關工作假期簽證的計劃 暫時只有一個國家可能會採特區政府 大部分西方國家其實都是當特區政府沒有到的 好了這件事其實都引申出有很多問題 第一到底路透社現在這篇報導所聲稱的那封信件 是由哪個單位發出的呢? 如果是由特區政府發出的話 究竟他們這一個行徑本身 和基本法有沒有抵觸呢? 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了 中央人民政府是負責管理和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 中國外交部就會在香港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 中央政府就授權特區 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好了那究竟特區政府現在要求這十幾個國家 叫他們不要承認BNO護照這件事本身 是屬於外交事務還是對外事務呢? 兩樣東西的性質相當不同 外交事務就一定要由中央政府來處理的 如果特區政府去搞這些事情 就是越權的了 在2010年的時候 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 曾經親自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 但對方沒有接聽電話 這件事本身後來引發了很多風波 當時其中一個的爭議點就是在於 究竟香港是否擁有次主權這件事 當然大陸很多學者都認為是香港沒有次主權的 他們就紛紛批評說曾蔭權的做法是屬於僭越的行為 好了這次到底這封信件如果是由特區政府發出的話 會不會構成了越權的行為呢? 第二的就是現在特區政府主動要求十幾個國家 在處理這個工作假期簽證申請的時候 就不要承認BNO 但是一個國家到底他是承認哪一本護照 這些理應就是屬於那個國家的內部事務 也是那個國家的主權範圍來的 他喜歡承認哪一本護照就承認哪一本護照 他要不承認某一本護照 亦都不是特區政府可以指示得來的 如果特區政府寫給領事館那封信件 純粹就是重申特區政府對於BNO護照的立場 以及就是向那些領事館解釋 為何特區政府不承認BNO護照 當然是無可厚非的 特區政府也有權地去做 但是如果在那封信件裡 白紙黑字地寫明 要求別人不要承認某一本護照如何如何 這樣做就相當唐突 因為別人承認哪一本護照 就是別人國家的主權範圍 如果真的有任何一個國家 在收到特區政府所發出的信件以後 不去承認BNO護照的話 那他一招 如果又有其他國家向這些國家發信 叫他不要承認另一本護照 那別人是不是又要照跟呢 那豈不是很兒戲 所以別人不跟也不是沒有原因 更何況就是 每當特區政府和外國政府簽訂 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協議的時候 都會發出新聞稿 近年的新聞稿的格式改變了 沒有把申請工作假期簽證的資格 詳細列出來 但是在之前就會把所有條件寫出來 那我就找回在2017年的時候 香港就和瑞典簽訂了雙邊工作假期計劃 在當時那篇新聞稿當中 列明了申請這個簽證的資格 那麼香港的申請人 必須要通常住在香港 並且持有有效的特區護照 或者是英國國民豁護海外護照 或者是BNO護照 到了2017年的時候 那些新聞稿還是這樣寫的 就足以反映得到 其實特區政府和外國 簽署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協議的時候 是有把這個BNO護照作為申請資格 列明了在這個協議上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不會專門在新聞稿上寫出來 當然啦 你的申請資格就可以改 但是當初你和別人談的時候 你是承認BNO護照的 現在你想反口 你因為有不同的政治原因也好 或者其他冠冕堂皇也好 正當的原因也好 但是你在簽的時候 你是承認BNO護照的 那如果特區政府認為在申請資格上 是要有所改動了 那是不是其實要逐個協議再談過 現在特區政府就和14個國家 有簽署這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 那如果對於計劃的內容 包括就是申請資格有所改動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逐個國家去談協議的內容 而不是純粹發封信件 叫別人不要承認BNO護照就算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這些國家在收到特區政府的信件以後 其實他也會考慮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們真的按照信件上的指示 來不承認BNO護照的時候 那會不會得罪英國呢? 他們一定會有這些政治上的考慮 所以特區政府現在發這些信件 似乎得不到那些國家的積極回應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說回這個所謂的工作假期簽證 原來申請人的年齡 就限了在介乎18至30歲 大家一聽到這個數字就會知道 就算特區政府不去發這封信件 其實這個問題在幾年之後都會自行消亡 為什麼呢? 因為BNO護照最多就是包括 在1997年6月30日出生的香港人 你的年齡就介乎18至30歲才可以申請 那麼1997年6月30日出生的香港人 30歲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27年6月30日 就是說 根本上去到幾年之後 六年之後 這個問題就會自動消失 就算特區政府不去做這個發信的行為 到時候那些人都會自然不合乎資格去申請 但是特區政府現在就相當急 他一天都不想等 想除之而後快 那又何苦呢? 就算到最後 其他國家不承認BNO護照也好 英國他怎樣都會承認 而偏偏BNO持有人 如果他要去英國做這個工作假期簽證的話 就是沒有限額的 那你怎麼限呢? 你搞來搞去到最後 其實那些BNO護照持有人 如果他真的要去申請工作假期簽證的時候 最少英國都一定會批准他的 那當然啦 現在根據路透社那篇報道 其實有很多國家都會繼續承認BNO護照 那就是特區政府發這些信件 豈不是白費心機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